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时尚餐桌美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时尚旋律 音乐与餐桌的和谐交融 二、镜头下的美味 摄影与美食的完美结合 三、奢华龙面 天鹅龙餐步的优雅出版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时尚旋律 音乐与餐桌的和谐交融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时尚和音乐 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的 两条并行不备的河流 它们时而平行流淌 时而交汇融合 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文化漩涡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家设计精美的餐厅 墙上挂着抽象艺术画作 桌子上摆放着精致的餐具 而一旁则是一位穿着时髦的DJ 正在调试他的音乐台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场盛宴 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 在这里 音乐不再只是背景噪音 而是餐桌上的一道 必不可少的佳肴 一首轻快的绝食乐 可能会让你的沙拉 显得更加清新爽口 而一段深情的小提琴独奏 则可能让它被红酒的味道 更加醇厚 时尚旋律在这里 不仅仅是音符的跳跃 它是调味料 是情绪的催化剂 是无形中增强食物美味的秘密武器 有趣的是 音乐和时尚界的合作 往往能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想想看 当你穿着一件 设计师精心制作的碗礼服 坐在一张 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餐桌前 耳边响起的是 专门为这一碗设计的音乐 这种体验 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这不仅仅是吃一顿饭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是一次味觉和听觉的完美结合 而且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音乐节奏加快时 人们往往会吃得更快 而当音乐放缓时 人们则会放慢速度 细细品味每一口食物 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它能潜移默化地 影响我们的行为 总之 时尚旋律与餐桌的和谐交融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音符 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在这个舞台上 食物 音乐 时尚三者相互辉映 共同创造出一场 令人难忘的感官盛宴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不妨闭上眼睛 让音乐带你进入一个 全新的时尚美食世界 只是别忘了在享受的时候 把眼睛睁开 不然 你可能会错过你的口水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镜头下的美味 摄影与美食的完美结合 当然 我很乐意 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美味的话题 首先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美食和摄影的结合 就像是一场味觉 与视觉的浪漫邂逅 在这场邂逅中 摄影师就像是一位热情的媒人 他们的任务 是要确保这两位 看似不相干的单身贵族 食物和相机 能够擦出火花 共同创造出 让人垂涎三尺的艺术作品 想象一下 一块烤得恰到好处的牛排 它的表面焦脆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而摄影师 则要在不让自己 流口水的情况下 找到最佳的角度和光线 来捕捉这块牛排的魅力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美食摄影 不仅要展示食物的外观 还要传达出它的味道 质感 甚至是它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有趣的是 美食摄影有时候 就像是一场魔术表演 摄影师们会使用 各种技巧和小道具 比如用白胶水代替牛奶 因为白胶水 在镜头下 看起来更加浓稠和诱人 或者用发动机油 来代替糖浆 因为它不会被吸收 从而保持食物 看起来湿润和光亮 这些小把戏 都是为了让食物 在镜头前保持最佳状态 就像模特 在上镜前要化妆和打扮一样 而且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 现在每个人 都可以是一位美食摄影师 不过 这也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人们在餐厅里拍照的时间 有时候 比实际吃饭的时间还要长 有些人甚至在食物冷掉之前 都没来得及品尝一口 因为他们 太忙于寻找完美的角度和滤镜了 最后 我们不得不承认 美食摄影真的是一门艺术 它不仅仅是关于拍照 更是关于讲故事 唤起情感和分享体验 每一张美食照片背后 都有一个关于创造者的热情 对食物的尊重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张 让你垂涎欲滴的美食照片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视觉盛宴 是一段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美味旅程 而摄影师 就是那位带你踏上这段旅程的向导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奢华绒面 天鹅绒参部的优雅出版 当然 我很乐意 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那些曾经装点过皇宫宴会 贵族聚会 如今又悄悄回归现代餐桌的奢华佳品 天鹅绒参部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中世纪的欧洲 在那个时代 天鹅绒是一种只有王室和贵族 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贵族 坐在香精雕花的餐桌前 桌上铺着一块细腻 如同第二层皮肤的天鹅绒参部 这不仅仅是一块布 它是地位的象征 是对手工艺人无以伦比的工艺的致敬 每当银制餐具轻轻触碰到这块布 那种声音仿佛是贵族世界的交响乐 优雅而庄重 但是 别忘了 我们的祖先在使用这些绒面参部时 可没有现代的洗衣机 一旦有人不小心撒了酒或者弄脏了布 那可就是一场小型的灾难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位穿着华丽服饰的仆人小心翼翼的手洗这块布 脸上写满了如果洗不干净 我可能就要去喂马拉的表情 快进到现代 天鹅绒参部再次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它们不再是只有贵族才能触摸的奢侈品 但依然保留着那份优雅和奢华的气息 现代的天鹅绒参部 通常采用更加耐用和易于清洁的材料 这意味着即使你不小心撒了番茄酱 也不必担心会有一个穿着华丽服饰的仆人来敲你的门 在一个充满现代简约风格的世界里 天鹅绒参部就像是一位优雅的贵族 不动声色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也应该慢下来 享受那些细腻的触感和生活中的小奢侈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不妨抹萨一下那块柔软的天鹅绒参部 让自己沉浸在那份来自历史深处的奢华与优雅中 只是别忘了 现在我们有洗衣机了 所以请尽情享受 不必担心洗涤的问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时尚旋律 镜头下的美味 以及奢华容炼这三个话题 不论是音乐与餐桌的和谐交融 还是摄影与美食的完美结合 亦或是天鹅绒参部的优雅触感 它们都展现了食物的多样性和与其他领域的关联 时尚与音乐 摄影与美食 奢华与优雅 它们之间的交汇融合 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漩涡 音乐可以成为食物的调味料 摄影可以让我们分享美食的故事 天鹅绒参部带给我们奢华与优雅的感受 这些交融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感官 更是为了给我们带来一种独特的体验 在这个舞台上 食物 音乐 时尚 摄影和奢华龙面相互挥映 共同创造出一场令人难忘的感官盛宴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闭上眼睛 让音乐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时尚美食世界 但别忘了把眼睛睁开 不然你可能会错过你的口水机 同时 美食摄影也让我们用新的视角 去欣赏食物的美味 让我们感受到食物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最后 天鹅绒参部的优雅触感提醒我们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也要慢下来 享受那些细腻的触感和生活中的小奢侈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们觉得 时尚与音乐 摄影与美食 奢华与优雅的交融 有什么样的魔力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 想要分享吗 快来参与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